大家平安,欢迎来到每日亮光一起思想上帝的话 今天我们所研读的经文是纳宏书的第二章 先知纳宏用一首长诗来描述 亚述首都尼尼维被毁灭的情况 尼尼维是古代亚述帝国的重要城镇之一 在底阁里斯河东岸 在今天的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苏尔附近 他从祖前十一世纪起就成为亚述帝国的首都 尼尼维在祖前第八世纪到第七世纪是非常繁荣 但在祖前六百一十二年 马代和新崛起的巴比伦王国联合围攻尼尼维 并且成功地攻陷这个城市 公元前六百零五年 强盛一时的亚述帝国正式灭亡 尼尼维随之没落 在今天这段经文当中给我们很好的信息 我们要明白世界的国都会过去 我们看到历史上 不管是多么强大的国都会衰亡 我高中时读苏东坡的《前世必复》 他这样说 他说 此非梦得之困于周郎者乎 帮其破荆州下江陵 顺流而东也 那时虽然年纪还轻 但是也能多少体会这篇文章的意境 世事多变 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到永远 无论是埃及、亚述、巴比伦、波斯、马代、希腊、罗马 以及之后的世界列强都会过去 所有人类自以为伟大的力量都是不能长久的 都是脆弱的 先知纳宏提醒我们人类的骄傲和力量 其实是多么脆弱 他暗示我们必须在这个世上 寻求一座比尼尼为更恒久的城市 圣经告诉我们 只有神的国存到永远 圣经诗篇这样说 他说你的国是永远的国 你执掌的权柄存到万代 在圣经中 我们看到施洗约翰和耶稣宣讲的信息都是 天国尽了 你们应当悔改 这告诉我们 悔改是迎向上帝国的一件重要的事 天国的降临和悔改有关 悔改就是离开罪转向神 如果我们要以顺服的心在主面前祷告 愿你的国降临 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让神来掌管我们的心 第二件事情 我们要努力奋斗将上帝国的福音传扬开来 耶稣告诉我们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 对万民做见证 然后末期才来到 当人类肯转向神的时候 当福音遍传地籍 得救树木满足的时候 主要亲自降临 建立国度 愿我们都能了解神的心意 并照样去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